很熱鬧跟很新奇嘛 就會讓你覺得 哇 好像很多事要發生 讓你很想要跟上這個腳步 現在會發現說 你反而慢下來 才有辦法在台北 找到你的適合的地方 我們中南部嘛 然後就是那時候打開電視 一定是先看台北市政府的 最潮最大就愛的這個地方 煙火超美 沒有看到就覺得自己沒有跟到流行 來台北之後本來想說 欸不行喔 來了要要親自參與一下 本來想去參加 但是聽太多周遭朋友 還有就是那個 新聞都會講嘛 就是我們劇本寫的就是 喔那聽說真的進去是 根本連上廁所都不可能 然後就覺得算了 還是在家上廁所好了 就是覺得很神奇啊 就誰會在跨年晚會 放一支短片啊 不就是要聽歌而已嘛 對 然後後來我就聽到 畢竟他們就跟我解釋 整個演唱會的概念 我就覺得喔 我懂了 它不是只是一般過去拼盤的演唱會 所以我們拍的東西 是可以在裡面成為表演的一部分 大方向就是 可以在台北 拍出台北的故事嘛 剛好因為 我很喜歡找區塊的地方寫故事 那時候同事就 就是介紹一下說 欸其實北投也蠻有歷史的 對就去執手了 然後就看 然後就發現了 現在看到那個故事 竟然要拍一個歡樂的東西 那還是找他一起回來 拍拍看 然後我們也私心的想說 可不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再把它打造一下另外一種樣子 然後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想要跟傑哥玩說 傑哥我們幫你打造成一個很溫暖很慈祥的老爸 首先就是秋天的該名 結果整支片就是最後有那種黃昏桿 然後搭配老父親騎摩托車的背影 然後想透過這個東西 然後順便去帶說 我們大家在跨年的同時 你爸爸媽媽在家裡在幹什麼 或者他們在想什麼 我覺得要透過一個這麼短的故事 去講一個什麼 你要想念你要珍惜 我覺得這個都太大了 其實很單純只想要 呈現一下說 當我們跨年也好 假日也好 我們在很快樂的時候 在慶祝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 欸想一下 那你爸媽現在在家裡幹嘛 他們會怎麼想你 就這樣很單純 裡面不是有一首台語歌嗎 就是有一段歌詞那個 那個是本來是沒有歌詞的 那個是我跟傑哥 印想一段歌詞 然後又去符合這個故事 然後又符合那個旋律 對 所以我覺得寫歌詞超難的 其實我們那個0077那個場景 那個實際的場景 就是他們工作的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常常會有人看完 他們分不出來 裡面誰是靈眼 誰是真的大哥 那我也覺得很享受這種過程 我每次都會問朋友就是 你覺得哪邊是誰的 你覺得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就覺得他們很衝啊 就既然會有人把跨年文會這樣搞 我真的覺得太佩服了 因為那個基本上就是搞死自己啊 在裡面可以提供我們的協助 然後我們的東西也確實 好像成為了一個表演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希望他們每年都可以 做更多不一樣的事 做更多不一樣的事 謝謝大家 為甚麼 我陳小先說 我來比較一下 謝謝大家 所以我來講